收集百萬罐台灣燈會讚 收集百萬罐台灣燈會讚 號召全民一起資源回收舊地球 全新黨 縣議員以及縣府團隊何一霄等人 呼籲大家回收2號和5號塑膠容器 響應環保愛地球 曾經打造花博流星館遠東環山方舟的 小智研發總經理黃千智 建議2013台灣燈會可以結合環保概念 利用2號和5號塑膠容器 打造一面光雕直載牆以及文創商品 這些創意點子也獲得邱縣長高度肯定 2號的5號的塑膠瓶 針對兩種的特性 可以做我們明年度的 2013台灣燈會的一個我們的牆壁 再用光雕的方式來直載用 所以這個材料我們目前為止 透過環保局以及各鄉鎮市公所的清潔隊 還有各個善心熱心人士的團體 來蒐集我們100萬罐 回收標誌2號為材質聚乙烯 特徵是不透明或是半透明 常見的容器有清潔劑 食用油和牛奶瓶 而回收標誌5號和2號外觀相似 差別在於表面較為粗糙 這種材質的容器多為優落乳 豆漿和布丁 這些都是可以從瓶子的底部來做區分的 大體積的像這個鮮奶瓶之類的 這樣的食指來換一包衛生紙 那二食指可以換到什麼洗衣粉 或是換牙膏組之類的一個方式 來讓民眾增加這個回收的意願 鄉鎮長呼籲大家收集2號和5號容器 從7月27號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到新竹縣環保局兌換 民眾只要拿著指定廢塑膠500CC容器 10個就可以兌換衛生紙一包 30個兌換肥皂一塊 60個可以兌換牙膏一組 80個兌換洗衣粉一包 100個可以兌換洗碗精一瓶 呼籲全民一起做環保 點亮2013台灣燈會